哈喽大家,我是当当 哈喽,我是柳哥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毕业季 所以这支视频我们就会跟大家聊聊天 讲讲我们当年毕业的找工作一些经历 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经历 能够给大家一点动力 然后给大家一点鼓励 所以这一期由柳哥来跟我们讲我们当年的故事 因为我记性特别差 所以你还记得 你可以来讲时间线我的补充细节 哦,好 当年我们也是夏季毕业的 毕业以后我们就带着家人来了 一场毕业旅行 然后后来我们就在湾区的亲戚家里住 当时我们就感觉在亲戚家里住 不用交房租,买个菜做个饭 然后感觉非常的惬意 不紧不慢的过了几个月 后来有一天当当发现 不能再这么颓废下去了 这样永远是怎么发现的 是有一天 因为当时我没有想过要找工作 我当时是陪着他找工作 然后我当时想成立一个摄影工作室 他就是每天在楼底下刷题 然后有一天我下去 我发现他在打游戏 连续好几天都发现 一下去就看他打游戏 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 所以我说一定要搬走 又不用放富房租 又没有什么压力 日子就这么悠悠的过 特别没有紧迫感 所以我就提议我们搬出来 后来我们就搬家了 你就搬到了盛和赛 就是因为大家找工作找的很苦 如果听到我们也曾经受过那样的苦 可能会心里平衡一点 好 那你先说一个 我觉得那时候的生活环境特别苦 因为当时我们毕业以后 好像没有问家里人要钱 对我们俩毕业以后 就是当时读完读书给的学费 生活费还有钱剩了 我们就想用这个钱 然后就勾渡到找工作 所以就不打算毕业以后 还找家里要钱 所以当时就非常节省 然后为了省房租 当时还是跟别人合租的 好像客厅里还住了人 对吧 因为我们就是从亲戚家搬出来的 所以我们没有任何家具 然后那个房里 当时是有一张床垫 不是那种 是那种spring的那种 然后比较老的 就睡的比较软了 然后当时我们俩想省钱 就不买了 就就的那个用 然后那个会特别矮 就放在地上 然后我们就直接睡在地上 其实因为他很老的睡 他对背的supported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俩每次睡了 就感觉腰痠背痛 早上起来根根本就 哎呦都起不来 这种感觉 而且他一般都是下面会放一个box 然后上面放一个matrix 我们就直接把matrix放在地台上 然后睡就特别矮 当时为什么不买一个box 就是想省钱嘛 当时就觉得特别有骨气 我就不问家里人要钱 我就是要靠自己 当时也觉得很快就能找到工作 只是过渡一下 就你那个样子 你还很快的找到工作 天天打游戏 总而言之那时候 就是生活条件是很苦的 对生活条件苦 加上环境也比较差一点 那时候又没有经济来源 这个月就是筹下个月的房租在哪 然后有时候我就会去接一点 那种摄影的活 赚一点房租 然后柳哥就会在外面打工 对我在那个加油站打工 加油站 不是 就是给加油站写一些程序什么的 当时买菜什么买东西会非常省 因为当时就是想拖着那个时间 就是想马上找到工作 拿到工资 就不问家里要钱 就是堵的那口气的感觉 当当他还去 就是去别人拍婚礼 来去斯坦福啊 干嘛我们去得早吗 因为婚礼是早上 开始有时候我们4点多就要出发 然后我就当司机 然后他去斯坦福里面 婚礼现场 我就在外面坐着等 然后弄的挺挺辛苦的 但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认识很多不一样的人 如果当时走下去 说不定就开工作室 就一直走摄影这条路了 就不是现在成绩员了 但是我就是看了柳哥 我就生气嘛 他就是每天吊儿郎荡的 又不好好复习 我就一怒之下 我也开始找工作了 我说你等着 看我刷题 要是我先比你找到工作 你怎么办 然后果然是我先找到工作 然后柳哥就一怒之下 他也马上找到工作了 讲讲我们面试中遇到的困难 当时投简历也投的挺绝望的 我们也没有什么实习经历 所以我还是转专业的 人家看我 你还没有转 就是人家一看我这个简历 什么学院就直接不看了 对有人就跟他明确的回复说 你是we的 我们不考虑 有一个公司说 我们给你面试 完全是因为你叫Danny 因为我们的什么manager也叫Danny 所以给了你一个机会 我觉得对我的侮辱 当时他面试特别好 直接去他们公司 然后在一个办公室里面写黑板 他说一道题 我做一道 我记得我当时一个小时搭了 七道不知道八道题 还有那种脑筋计转弯的题 然后我都打对了 还是不给我offer 他就说因为我不是CS专业的 我是WE专业的 所以不给我offer 然后回去还让我做一个什么 homework 然后你搭一个framework 一个project 说一个信念大完 然后把作业发给他们 他们来看 对 所以我就很生气 但是没办法 为了找工作 我就忍气吞吞吞 准备开始做 但是那个时候就等到了 Amazon的offer 所以我就没有接他们 后来那个公司就倒闭了 然后我记得我当时还面了别的大厂 就只有谷歌好像给了我面试 然后后来还被谷歌的面试官给虐了 就遇到一个特别特别不好的面试官 店面的时候问我了一道题 然后那道题是什么意思 然后我就想问清楚 到底是什么意思 完全不告诉我什么意思 他就是说完那个题目以后 就很沉默的 就是完全完全不告诉我 这个题目是什么意思 就感觉是为了挂我而挂我 然后那一次反正我面完我就哭了 我说怎么这样子 因为当时也没有什么人生阅历 就有些人就是这么想要恶心你 你没办法 所以当时的承受力也比较低 所以面完试我就哭了 就是那一次比较难 弄的我比较难受 反正从现在来看 这个面试官是个非常差劲的面试官 所以这就是我的面试的一些难过的经历 希望博大家一笑 你呢 我就是抬头没有什么人理 然后我当时也面了亚马逊 我刚毕业内后也是面挂的 当时我是阴界别生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亚马逊跟我们赶排了一个设招 就是上来C3D3 那时候啥都不知道 我也没学过 然后我也不知道要准备这种东西 所以那一轮挂的非常惨 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放弃 多面多头 对我觉得面试就是一个 真的我觉得运气还挺 就比方说我拿到面试 有一个面试不就是他说我的名字 跟Tamayana的名字是一样的 所以给了我面试 哦 醉了 对对对 如果你刚开始准备的话 你会觉得怎么这么难 其实就真的坚持下去 不停的头不停练 以面带练就好了 我现在其实回头看看那段时间 我觉得是我们在美国最精彩的日 就是因为我们来美国这边读书 然后接触到都是学校的学生 跟社会上的接触几乎是没有的 但是那段时间就是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 有厨子 有司机 有杂技演员 还有经历了各种发呆圈子的私逼大战 然后还有什么金钱纠奔 我们后来不是还有美国室友吗 因为美国室友特别的 对 对你特别启发 那个美国室友是个男生 他是有女朋友的 女朋友不跟他住 跟他在同一个房间住的 是另外一个美国女生 另外两个美国女生 你对我说先是一个 然后但他女朋友还知道这件事情 是两张床 他们不是在同一张床上 然后有一天 这个女生的另外一个姐们 好像什么跟男朋友吵架干嘛 就过来说还要借住一段时间 这样他们三个人 一个男生两个女生 又住在同一个master room里面 有一次他们吵架 我记得特别可怕 然后我跟柳哥在房间里 都怕他们掏枪出来 这个美国小哥 他是一个在一个气球店的气球工人 关起来可以就平常也有交流 也不是关你们就不说话那种 但是那些女生室友 有时候会带一些奇怪的回房间 他们几个人吵架 有时候吵得很凶 有时候还吹门 然后有时候会坐在门外的楼梯口 会打电话特别大声 然后有时候会爆哭 就后来还有一对室友 就是他们有点感情纠葛 然后有一天 我们还被律师给敲了门了 就是那个女生带着律师来上门 问我们室友在不在 吓死人了 因为你要跟别人合租的话 你没法控制你室友的质量 有时候就会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人 蛮没有安全感的 不过同时也会觉得还比较有意思 就会遇到社会上面的 形形色色的人 那种卡车司机 还是什么小飞扬的厨师之类的 对 因为他们回了 我们会玩一起吃饭做饭 然后就会聊天 就会聊他们的事情 就感觉还听了很多 自己不会去经历的事情 想起那时候就是我们 我们住在出租屋的时候 也遇到了很多骗子 首先是诈骗电话 首先上来就说发现你报税的问题 需要交罚款 因为他说你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现在马上交钱 第二个就是警察马上来抓你 然后我们听过很多其他朋友 也是被骗的经历 所以大家在找工作的时候 你可能很心急干嘛 但是这种诈骗电话 诈骗公司一定要小心 对 我觉得找工作的时候 最容易被诈骗 对 因为你很想嘛 很想要 找工作的时候 他会说我们为了考察你的什么能力 我现在要你办一件事情 然后后来半成半成 你就把钱打给他 给他买什么gift card 或者是怎么样 你就被骗钱了 所以真的要小心 然后因为找工作的时候 你也是学生签证 人生力不熟的地方 你可能也不太了解 情况就很容易被骗 因为身份问题 又比较紧张自己身份问题 有可能因为这个也会被骗 所以还是多了解一下 什么签证 能做什么事情 不能做什么事情 这样子至少心里不慌嘛 然后除了这种诈骗电话 我们还有就是生活中 遇到人有很多骗的 那个人就说他自己在body shop 然后他就说帮我把他 他就touch up一下 多谢多谢 我就说你到时候要去 要买什么材料什么的 就跟我说 然后弄完以后 其实你弄挺难看的 我就说那我把钱给你 他就跟我随便说个数字 然后我就随口一问说 那你把那个数据给我一下 当时我也没有想房子 他我就随口一说 然后他就去找 然后突然发现 对不起对不起 我记错了 然后一看他要的钱 是那个数据上的三倍 找他去帮忙交一下 那住房的押金 然后他说我帮你交了3500 怎么怎么的 然后那个朋友就把钱给他 最后在我们这个朋友退房 然后才发现 当时我押金只收了500 所以那个人就骗了3000走 很多就是看上去很热心的人 其实他不一定是真心对你 他可能在算计 出来到这边 特别是一个新的城市 一个新的环境 跟新的人打架到 还是大家多留一分心意 因为合租的话 如果你跟你同学一起合租的话 知根知底还好 好一点 像我们这种跟外面社会的人 一起合租的话 难免会碰到一些这样子的 对对 形形色色的人 你都不知道人家什么底细 我就很容易被人家骗 所以还是要留一点心眼 白天初一上班 晚上回来家里 全部被半空了 这种也有 那个时候在我们出租屋里面 我们找工作的时候 特别的苦闷嘛 就想姐姐闷 然后让自己心态好一点 就领养了一只猫咪 那只猫咪的名字就叫做Luna 所以说Luna是我们从shelter领的 然后当时我记得 有时候柳哥是飞去别的城市面试嘛 然后就只有Luna陪着我 因为刚才不是说了 我们那个床是直接放低上的嘛 她就直接睡到我枕头旁边 我就觉得蛮有安全感的 因为是Luna陪着我们 当时Luna也陪我们度过了那一段 最艰难的日子 我记得当时也有很多同学一起毕业的 然后我们一起来到加州 有时候租的地方会比较近一点嘛 然后有时候可以一起吃个火锅呀 然后看个电影啊 然后有时候一起看个鬼片啊 苦中作乐的感觉 找工作那段时间 可以说是学生时光的一个余温吧 最后最后你能感受到 就是跟同学一起相处的时光 工作了以后可能就没有太多时间 或者是没有那个感觉了 所以好好珍惜最后一段 跟同学一起又不工作 然后又一起努力 一起奋斗的一个段时光吧 对一旦参加工作 希望大家去了不同的公司 不同的节奏 不同城市 对 就算一个城市有可能不同的节奏 有公司忙有公司不忙 对吧 好 这就是我们当时找工作的那段时间的 一些趣事吧 希望能够鼓励到大家 然后最后柳哥来给大家说一段心灵鸡汤 独鸡汤就是无论之前经历多么苦的事情 当你把它踏过去之后 回过来看可能都没有那么苦 而且一些不好的事情 可能也就是一些磨难经历 造就了今天这么成功的你 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在经历煎熬 那么就拥抱它享受它 以后就像一杯咖啡一样 苦后又甜 大家加油 好了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祝大家找工作顺利 会成功的 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